。 Hey guys 現在在台南 然後今天來教大家三種運鏡 可以讓你的鋁拍影片變得更屌 Lets go 有一個拍攝技巧呢是非常常用到的 叫做Dolly Zoom 它就是有點像是 這種東西 像剛剛那個那種的 它就是有點像是想要強調這個物體的主體 所以它會有點類似那種往前延伸的感覺 然後我發現這個地方其實還蠻好拍的 第二種的運鏡方法呢就是低角度 因為人眼我們一般的視覺就是大概就是這樣子是平的 這樣平的 但是呢如果我們把相機的角度移到我們腳以下的時候 看到的角度就會是不一樣的一個風景 所以這樣可以達到一種很特殊的視覺效果 那我想跟大家講第三個運鏡的方式 它就是 我不知道中文該怎麼講 它就有點像是Micro的那種 就是很細微的一種拍攝手法 它就是 像是鏡頭的需求大概就是需要比較長焦段一點的 你就可以比較拍到細微的一些角度 但是如果沒有長焦的話你就直接靠近你想拍攝的物體 然後拍攝一些細微 比如說一些小動物或者是 花草它就可以帶出比較細微的一種角度 畢竟就像我前面講的那種 低角度拍攝 因為人眼平時不會注意到那種細節 因為我們人眼幾乎算是廣角 所以當你用比較細微的角度去拍的時候 就能看到不一樣的一種風景 就像是這種感覺 就像是這種感覺 其實我們今天主要行程是來拍照 但是我想說剛好就直接教一下大家怎麼 讓你的旅拍影片變得更不一樣 然後我們現在在這個歷史博物館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上面有一個蠻酷的點可以拍 然後我們現在要先上去看一下 怎麼個好拍法 然後這個地方這個博物館呢我之前進去過 它就是講一些台灣歷史文化 台灣的一些以前農業社會的歷史 我個人是覺得還蠻值得一去的啦 那這次因為它禮拜一休館 然後我們也沒有早上要進去 所以就算了 你們是什麼學校啊 陳大喔 陳大在台南 對齁 不好意思 我們在這邊拍照結果遇到 有人在這邊拍畢業照 很大的 好酷喔 可以再換個 換個動作 看一下 看你們自己要就是 不要太刻意的那種啊 就是你們可以就是 隨便就是有點側站 然後或者是 想要半蹲都可以 然後或者是靠著 那種 這種操縱的人感覺好爽啊 呵呵 這樣可以這樣可以這樣可以 有沒有來 3 2 1 你的空間滿了 靠北 哈哈 小進修 2 1 好青春喔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最後一個地方了 它叫做頂頭鵝 什麼之類的 它就是有點像是 沙丘 然後 無人沙灘的感覺 給你們看一下它長什麼樣子 現在因為海風有點大 所以我猜現在的 音訊應該蠻糟的 應該都是風聲 大家就忍耐一下 就是一般來講這種沙灘Vlog 或者是沙灘Vlog 或者是沙灘Vlog 應該是 要有女生 然後穿著筆記 可是今天只有我哥 所以 大家將就一下 所以我們就進入Vlog時間了 嘻哼 884 我這段我不要上音樂 我就要讓你這樣跑 好 大家 我終於找到了 這個地方 比較沒有海風的聲音的 那這幾個運鏡的技巧呢 其實你不需要一定要用到專業的單眼 或者是什麼很厲害的專業的相機之類 其實因為 像是你的iPhone 或者是你手機也能拍出一樣的感覺 你只要拿一根可能自拍棒 或者是 如果你有穩定器的話是最好 因為低角度拍攝比較會容易晃動 所以呢 如果你想試試看的話 直接拿起你手邊的相機 或者是手機都可以 不需要太專業 都沒有關係 然後自己出去拍拍看 或者是找你的朋友一起來練習 然後從中體驗拍攝的樂趣 OK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就結束了 如果你們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Jason 大家下次見囉 Peace 就可以訂閱了 demon 按讚 按讚 鈔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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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按讚 點讚 按讚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